我们的年代可能在新,在新跟我们的年代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年代的时候,我们要起花销的时候,要起一件花销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的时候,哎呀,马华民政你们要去争取 争取给我们中央政府批就好了,钱不用让你担心啊 我们只要你,我们自己来见,每次都是听到这种话 我们自己来见,你们不用担心啊,你们马华民政你们要做的就是批出来就对了 时代改变了哦,对对对对,为什么会改变,就是反对党啊 反对党一直讲说,你们不要那么笨啊,给你们花销完了啊 钱你要自己去筹的啊,那时候人民可能华人就想,哦对哦,钱要自己筹的哦 哎,地要自己去找的啊,哦对哦,地又要自己去找 可是不要忘记历史,历史是为什么有花销里面会有半斤贴,会有全斤贴 就是早期的时候,在还没有独立之前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有华文小学,淡米儿文小学,马来文小学 在我们独立过后,独立过后,大家哦,一定要统一了嘛 要统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教育法令嘛 所以教育法令就要把这些syllabus全部要统一起来嘛 那时候要的是什么,哦,我们有两个条件 一就是说,政府的时候有提出在教育法令的时候,地一定要归政府 然后syllabus你要跟,那些就有不同的声音了咯 那个我讲华小先啦,那些华小愿意根据我们政府的syllabus 又愿意给地还给政府的话呢,那个就是全景 为什么政府需要地,是因为它怕,哎,学校来哦 你不是属于政府的话,等下某顶顶,你又哪去建一个commercial 如果要起shopping center的话,不能这样做嘛,所以还是要政府来保留地嘛 所以那个就叫全景,那有的华小就觉得,哎,这个地好像是我们争取回来哦 或者有的是我的先贤留下来的地哦,哎,地我们不可以给,可是syllabus我们愿意跟 所以那个就变成我们今天的半径咯 然后有的就是,两个都不要的,就是独立中学,独立小学咯 所以要了解历史,我觉得要了解历史 其实我想,我想就正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教育1996年的教育法令里面的 你correct me啊,你能够吗? 就是说,我们只分schola ban tuan per no schola kradian跟schola ban tuan modal schola kradian跟schola ban tuan modal schola kradian,两个都是schola kradian,都是政府需要的 一个就是,他万段 modal,一个是schola kradian嘛 就是全经嘛,他们所谓的全经 可是在官员做的过程中,他把它变了,变止了 嗯哼,变止了,比如说我们的水电的问题啊,等等等 对,对,啊,这个是有给,那么这个就没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不只是这个,我们的政治的意识 我们的政治的力量不够,不够强 使到连公务员都可以改变,政治人物不能去纠正他们 嗯哼,这一点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在滑销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水电就够了 嗯哼,每一个这个水电 我们在滑销